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我们谈到疫情之后的一些法律问题 其实因为你是律师 很多人还关心一些移民 留学生 现在有很多问题在这里面 特别是中美之间航线 你来我往 对吧 弄的是比较复杂 确实在客观上造成的一些 比如留学生也好 一些出国人员也好 在反国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问题 这是一个 另外这种进来进去 那么对于移民 另外美国这样一个经济状态 将来移民到美国有没有希望 川普总统的总的方面在移民是收紧 对吧 我们知道他三年前 2017年当总统吧 2016年一期 就是这个 他的对于移民 采取了两个比较重大的措施 一个是大力打击限制非法移民入境 就从墨西哥 第二个呢 境内以后呢 限制他认为不应该来的人的那些绿卡 拿到的那种措施 另外这一就是说 你这个长得不是白人就差很多 对吧 所以在这两个大的原则下面以后 他制定了很多措施 他这个主要一个 主要他的措施 他的这个执行人叫 叫米勒 这个人是一个加州的一个小伙子 原来给那个塞森斯 当那个助手的那么一个人 那个有点光头很年轻 三十六七岁吧 这个人呢一直就是在移民上以后 他一直听他的吧 现在目前移民呢 这个整个我们知道最新的就是 他现在这个 如果你在海外拿到移民签证 你进不来 对 你要等 对吧 这是一个 另外呢就是你在如果在美国做庇护 你在美国之前呢 你可以进来 不然你进来 在墨西哥 这样的客观 完了他建了一道墙 我们忘了这墙的时候 这墙一直在建着呢 对吧 这个墙他最近没说 我相信他再过三个月以后 他一定要说 你看我这墙 我答应你们这全办了 包括建墙 我也跟建差不多了 这个因为现在川普总统呢 他实际上呢 所以这个我们下一节 可以再讲讲 我就讲那个几个法律问题 我特别要讲几个 跟中国留学生 跟大陆人有关的法律问题 对吧 第一个就是说呢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中美航线 中国当然有个大的问题 是中国和美国 因为疫情的事情 现在两个关系非常不好 对 而且呢这个美国最近 对中国的一些措施 比如这个香港问题了 六四的问题了 这个大家炒作 那反过来以后 中国呢这个整个媒体 目前对反美的情绪也比较高 但这样呢 有一个比较棘手的事 就是在海外呢 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回不去 那我们知道最新情况 就是中国民航 原来五个一嘛 现在变成两个二了 对不对 就少了一班 美国两班 中国两班 我希望这个疫情呢 在逐渐的开放过程中呢 整个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因为我们知道 就最近中国领事馆 好像也是开了一个会 但是一旦问得机票 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来这个决定 这个事实际上呢 我觉得国内民航 民航系统的这些人 给海外领事馆的这个 也造成很大的压力 因为这个中国留学生 他觉得能找到人 就海外领事馆嘛 对吧 海外领馆呢就是 他现在等于也是很为难 因为还有一个不利的事 就是我在这儿 我很少批评这个公开的批评 中国这个一些执行机构 一些事件 我讲 那你民航总局 你说五个亿 完了美国这个一说不让你飞了 你马上就 你就认怂了 就是没问题 我让你飞对吧 这个事情吧 搞得大家就是 这是脑袋这个 没有脑袋想 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点我特别代表 我们中国留学生 就跟你代表客人了 在这儿呼吁 如果能看就是说 民航尽量要采取一些 切心可食的措施 那你就多开几遍吧 我知道他以前的意思 有两个民航就讲 就是一个说 你美国单方面 不让我们飞了 对不对 美国单方面 美国不飞了 现在你美国要飞了 这个事儿看来 好像大家不说了 还有就是怕控制疫情 现在中国疫情控制也很好了 而且特别你回国以后 还是要隔离14天 另外我今天知道 有个留学生 一个小时在我办公室 我就问了他 他说现在一个包机 这个费用是5万人民币到7万人民币 那就等于是差不多就是1万美元 对啊 如果你民航这么赚钱的话 这个就黑心的赚黑心钱 这个我觉得不对的 因为到目前为了我最大的问题 民航局带这个问题回避 没有给留学生 没有给留学生的家长 没有给海外总领馆 没有给我们这些人 一个明确的答复 一个指示 对不对 或者你也说 但是他也可能 他说我背黑锅上面不让我飞 但他不能这么说 因为那你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美国政府 这个验证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就是如果民航不做还可以 就是美国政府马上要求停非洲 你马上第二天就做了 那说明你还是有办法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很不对 现在又涉及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飞行的话又涉及一个移民 就是讲的签证问题 美国领馆这方面也没开门 对吧 你不能说美国政府做的全对 但是起码在飞机这一行 就是说 从美国角度我的感觉 它是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不行 这个飞机要赶紧的来营运 营运以后才能进 那客观来讲 就是你现在等于很大的一块利润 从这个赚钱的角度 你应该来做这个事儿啊 对吧 当然现在都是包机 我们今天提醒 最近一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个特别惨的一件事儿 就是从瑞士 中国一个 您应该知道 有30多个小留学生 到了瑞士转机 对对 瑞士转机的时候呢 包括瑞士总领馆也出面 结果瑞士又把他们送回美国来了 对吧 就因为你这个登不了往中国的飞机 所以这一点上我是觉得 这个我们出国有30年了 30年没有这件事儿发生过的 而且每次中国公民 一旦是海外出了事儿以后 中国当时第一个宣传就是 你在什么地方 只要五星红击在里 我们就管你 现在就是不管了 所以这一点做的实在是太不好了 这个呢 这个呢 确实很多这个网友了 很多网友心生生涩都有了 确实在这方面提出一些批评 而且造成了很大的不变 对 特别是那个去瑞士 企图从瑞士转机回去 那是怎么回事儿 你可能更 这个他这样 他当然了瑞士 他从瑞士转的 他是转到第三个国家 不是转到中国 不是直接转中国 反正是转新西兰 我这个具体 然后呢 还要再转一次 不 那边就不行了 就不让他转 不让他转 瑞士不能呆 就得给他们送回来 送回来有些小的 是签证过了 过了就真跟那个电影 那个就不有个电影吗 一个人就是签证过期了 在机场住的 机场是个公共的这种 对对对 叫Gwenker 在现在呢 也没有这个媒体来追踪这件事儿 就是没人追踪 我估计过两天还会有报道 就这个处理上呢 还有你说这个美国交通部发的一个通知嘛 就6月17号 全面怎么怎么样让它禁止 那么 然后呢 中国就是民航有个反应 所以就是说怎么说呢 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你作为一个政府 对 作为一个这个专业的机构 对 对 在这些方面呢 其实应该有预案 嗯 或者有这个事先的沟通 是 你不能说是让人家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嗯 我想中国民航和美国交通部还是有沟通 是是是是 可能没沟通好 那美国交通部呢 我就 耍把印 嗯 耍把印 但是你他一个 就没有什么办法 就跟一下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呢 我是觉得呢 应该尽快 妥善的 解决 或者是逐步解决 对吧 那我是觉得 这个事我也知道 我们都是从北京出来的 对吧 北京这个大部分的官僚机构 是很讨厌的 这一点上 我觉得就民航总局这一次 呃 这个 这件事儿 和在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真正造成最大损失的 就是海外这帮留学生 对吧 当然国内也知道 我也我们也知道 国内有些这个海外留学 有很多非议了 说你们这些人好像是富二代啊 中国抗议你不在啊 对吧 反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这个民族 有一些挺挺挺挺挺挺有意思的 这些想法的人也挺多的 当然目前来讲呢 既然你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又是国家这么强大 特别是国家 现在有能力 能控制疫情的情况下 采取所有措施 而且你现在就是从经济考虑上 你应该尽快恢复这些事儿 所以哪怕这个事儿 你身段再放低一点 对吧 你就说再怎么样 那你要让这些留学生 尽快能一个正常回去 对吧 实际上今天我就觉得 这些留学生很无助 因为我们毕竟没准备要回去 对吧 我们这个客人都很无助 你说这些孩子都是在二十来岁 三十岁 对吧 他们会怎么想着 大家要考虑点这个民意 对吧 这是其中一个我愿意讲一讲的 还有一个就是签证的问题 这里目前在美国很多人滞留 应该怎么办 延期 最近这个很多人 我们最近原来在三月份的时候 很多人来着美国探亲的时候 他们延过一次期了 延到六月份 当然你们想到六月份还是回不去 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事儿 就如果你们B1B2签证到期的时候 一定要延期 不着律师延也可以 到移民军网站去延一下 比如你六月三月到期了 总领馆其实也帮了 比如说要到美国延期 我后来也发现很奇怪 在美国待了很多年的很多人 一点概念都没有 对吧 如果你逾期一两周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你要逾期两三个月以后 下次会影响你在美国的入境 所以这一天的移民法 我们第一讲就是从B1B2 要讲讲延期的事儿 因为这个事儿关系 以后能不能来的问题 所以很重要很重要 如果大家听到 我们跟维持大哥讲的事儿 你在美国千万不要把身份搞黑了 另外还有留学生 房东房客我都讲过了 最近我们最多的事儿就是 这个孩子们这个毕业以后要留学 租了一半不租了走了 转租就这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提了以后我们也处理了 也最多给点建议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在疫情期间 从移民角度 特别我们处理中国留学生 留学生这个父母来探亲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以后能不能回来 我现在确实是不知道 对吧以后的美国开放以后 能不能马上有签证啊有飞机啊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觉得 如果中美之间航线解决了 就没问题了 因为你留学生有个最大的 他是中国公民 他一定能回去 对 完了现在转机很困难 还有个机票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 咱们梳理一个 1234567 逻辑性的 没有那个逻辑 但我觉得这个key 这个还是解决 还是中美航线能尽快恢复会 所以迎刃而且会很多问题就会解决 对这个中美航线起因 当然是在美国方面了 对 可是2月1日这个禁止中国嘛 对 现在看来他做的也不错呀 对吧 这个你武汉有疫情啊 我是觉得我们起码能看到的嘛 对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눈明珍 关系 他 幕不 谢 遮